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本赛季已经接近尾声,终决赛接近大比分3比1领先热火,拿到冠军点 而其他28支球队,都在为下赛季谋划,几只只在冲关的球队 太阳换了主帅,艾顿和保罗离队倒计时 胡仁这里留住李福斯和八村累成重中之重 哈顿还在为下赛季和自己下一份合同左右为难 勇士还打算围绕夺光框架再坚持一个赛季 其实今年绝尽没有意外最终捧杯,解释了一个道理 只依靠金钱来堆积阵容,置换不来总冠军的 包括勇士王朝也是如此,实力只是成功的一部分 球队的团结程度,阵容的稳定性,管理层对于球队的支持度 任何一环都不可或缺,但有一支球队,已经彻底疯了 按照明记匹克斯报道,联盟一些高管认为 森林郎预计会在未来几周时间尝试送走唐司 当然,这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森林郎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 爱德华兹打得越来越好 球队需要给爱德华兹腾出超级顶新的空间 此外麦克丹尼尔斯作为森林郎风险攻防大闸 他也已经赢得认可 但是森林郎的薪资空间,确实非常尴尬 下赛季哥贝尔4100万美元 唐司3602万美元 康利2436万美元 爱德华兹1353万美元 这几个人薪资就已经超过1.1亿美元 今年是庄院爱德华兹进入联盟第三年 常规赛场卷24.6分5.8篮板4.4助攻 到了季后赛场卷31.6分5篮板5.2助攻 森林郎首轮被决金4比1淘汰 森林郎准备送走唐司 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去年夏天,森林郎和唐司提前完成 4年2.24亿美元的超级顶心续约 下赛季唐司薪资为3600万美元 24-25赛季开始 之后4年薪资分别为 505万美元加5405万 美元加5806万美元加6206万美元 球员选项,唐司,布克,李拉德这三人 许联盟先有仅存的三位合同内 能超过6000万薪资的球星 此外,唐司这份合同 还带百分之十的交易保证金 说是意料之外 去年夏天刚刚续约 今年夏天就要送走 森林郎管理层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但又在情理之中 是因为森林郎不止一次打脸了 只有一次,他们只能对唐司下手了 去年夏天自由市场开启后 森林郎完成了一笔可以载入试测的交易 他们用比斯利加贝弗利加范德比尔特加波尔玛 罗加凯斯勒加4个 首轮欠23年加25年加27年加29年加26年 首轮互换权 从爵士换来了戈贝尔 这笔交易直接堵死了杜兰特想离开篮网的出路 因为所有人都会做类比 戈贝尔都只5个首轮 杜兰特不得10个首轮 可是来到森林郎的戈贝尔 场均13.4分11.6篮板 表现连筹码之一的凯斯勒都比不过 关键是森林郎吃下了戈贝尔的超级顶星合同 未来三年还有4100万美元加4383万美元加4666万美元 森林郎管理层当然不希望看着自己被打脸 所以又换来了康利 虽然康利表现重规重矩 场均14分5助攻 但森林郎把拉萨尔送走后 他们的未来筹码彻底都没了 能用的交易首轮签都给了 球队只剩下爱德华兹加 唐斯加戈贝尔加麦克丹尼尔斯等人 戈贝尔是他们硬吃下的 关键是根本松不走 他们找不到优质资产来填坑戈贝尔交易 爱德华兹是森林郎唯一的指望 所以只能是唐斯走人 当然森林郎管理层没有规划 没有目标 出手阔绰 但唐斯其实也不是无辜的 自从他以重任身份进入联盟 他带队就没有上线可言 当初巴特勒愤然离开森林郎 唐斯的慵懒和不作为是主因 不知不觉进入联盟也八年时间 他拿得出手的荣誉 就是三界全明星 关键打支球队愿意要唐斯 吃下之后军薪超过5000万美元的合同 按照美媒NBA Analysis分析 实际上森林郎在关于送走唐斯的方案中 他们能接受的最好结果是平进平出 有球队能匹配唐斯的心资 拿出稻期合同给到森林郎 以便帮助森林郎未来腾出空间 当然 另外一种结果时森林郎还要倒贴 他们几乎在每一笔交易中 都在补贴交易对手 当初和勇士的交易 他们送走围禁斯加首轮签 才得到拉塞尔 戈贝尔这笔交易就不说了 亏到老老家了 当他们送走拉塞尔时 换到手的只剩下康利和几个不值钱的次轮 而站在森林郎的角度 唐斯毕竟是联盟为数不多 有篮下强攻加油投射的空间中锋 把唐斯送走 留下戈贝尔和爱德华兹 这两人打法根本就捏合不到一起 米切尔和戈贝尔就是先例 绝世不也最终重建了吗 森林郎把28岁的唐斯送走 留下31岁的戈贝尔 这已经是本末倒置 不得不说 森林郎真是联盟少有的冤大头球队 连球队核心都不要了 这样的球队 其实没有任何竞争力 管理层就差了一大截 然后另外一边 根据勇士队内记者报道 勇士队将正式放弃安东尼兰姆 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他续约 说句实话 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不由得心头未知一阵 咋地 咋地都不要了 说句实话 勇士队放弃兰姆是真的让我没想到的 这完全不应该 完全是不合理啊 按照勇士队的风格来说 这个夏天必然是要给上一份合同续约 从而下个赛季继续中用的 这怎么还没怎么着就直接放弃了 感谢兰姆不是科尔真正寻找的双向合同大赫球员啊 提起这兰姆 我想广大勇士球迷就有气 当然对于兰姆这个球员本身来说 我是一定点的恶意都没有 而是对勇士队关系篮球 任人为亲的打法他不懂 勇士队从一开始来说不是没人 榜眼秀怀斯曼 七号秀孔明家 十四号秀穆迪以及钱力大客自报的问 这都是年轻的钱力球员 科勇士是怎么回事呢 不用 哎 我就是不用 只一门心思的盯着杰罗姆 兰姆这些球员用 当然你要是说这个俩效果好 未来钱力足也就算了 赫尔要是能够把这些低顺位选秀球员练出来也算是本事 但是呢 纯纯啥也不是 练了一个赛季的杰罗姆 结果季后赛根本不在大名单范围之内 你说你这不是纯纯找妈妈 你要是说常规赛没人 上去顶一顶也就算了 可你常规赛有人啊 勇士队的后卫都快炸对了 还搁那儿培养杰罗姆 奉献球员的出场时间都被压缩完毕了 还是一个劲儿的练杰罗姆 季后赛你倒是用啊 结果大名单都进不去 你说图什么 我是真怀疑杰罗姆每个夏天都在给科尔送水果 不然这完全解释不通啊 兰献也是同理 双向合同提拔上来的球员 当然了也是标准的身高两米以下的球员 那是深受科喜爱啊 时常是作为骑兵出现在场上 有的时候经常是进行持球一条龙突破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勇士队未来的那个超级明星呢 可结果呢 这个赛季直接不虚约了 所以问题又来了 勇士上个赛季这么玩命的培养兰献到底图什么 难不成兰献也送水果了 也就是可惜了库明家和穆迪了 一个季后赛库明家场均疯狂出战6.1分钟 穆迪还好 季后赛场均出战13.4分钟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上来救火成功了 不然的话也是小黑无警道 所以我要是库明家 我一定反了 凭什么一个七号秀的球队地位还比不上一个双向合同球员 你说在这样一支关系篮球的球队打球能有出头之日吗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嘴猛龙了 主教练纳斯为什么下课 不是因为执教能力不行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不去培养年轻球员 管理层看不下去了 这才拿掉纳斯 科尔呢 比纳斯更甚 纳斯是不会培养 科尔是什么 是压根不去培养部说还直接打压 这好家伙谁能受得了 看着办 其实现在就可以把还料在这儿 下个赛季勇士队打得如何不好说 但是下个赛季一定是活塞怀斯曼出成绩的一个赛季 这一定是 到时候就能够知道是主教练水还是这个榜眼秀水了 别说什么转正兰姆是为了救火 当初嘴哥缺震的一段时间 20岁的库明加尼就是一场球让他干似十分钟他会累吗 英球了 主教练牛X 输球了 他只是一名双向合同球员啊 兰姆走了 接下来歌谈是老大杰罗姆怎么说呢 最后还有一条消息 根据一位匿名系部高管透露 呼人惊吓主动出击 迪文森佐是潜在目标之一 迪文森佐和勇士还剩一年472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大概率会跳出合同 他的预估军薪至少在1000万美元以上 不觉下加 此外 凯尔特人的格威也是胡人的目标 马佐拉不太喜欢格威 甚至一度跌出轮转 而格威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45% 有非常强硬的防守能力 胡人恰恰是三号位是明显短板 格威完全满足胡人的攻防需求 目前胡人只有四人游合同 薪资空间还有4015万美元 此外 胡人在休赛期 还要全力追求可能被买断的保罗 如果最终无法得到保罗 胡人很有可能被迫叙约拉塞尔 不得不说 胡人的总经理比勇士强的不止半点吧